現在我們要上的內容是有關於元素化合物跟原子說 第一個是跟各位講說我們在這段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你要認識元素符號 第二個你要曉得金屬跟非金屬的比較 什麼化合物、氧化物、溶於水層、酸性還是鹼性啊 還有一些顏色的不同啊豬之類的 還有我們會介紹一些藏心的元素 一些性子記下來 然後呢我們會談一下周期表 要知道周期表怎麼出來的 然後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會介紹減金屬、減乳屬跟乳素 把每一組的性質記住 最後是一個大重點 可以說每一次考試都會考的大重點 叫做原子說 然後呢有原子說有個粒子觀點 用粒子觀點解釋物理變化解釋化學變化 解釋存物質解釋混合物 那要了解OK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元素跟化合物 元素就是基本材料 組成物質的基本材料 過去的說法叫做沒有辦法用一般的化學方法 比如說加熱啊通電啊這些方式 照光啊把它分解成更基本更簡單的物質 這種叫做元素 所以元素的概念就是它是組成物質的基本材料 基本材料 還有分做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金屬元素的性質 第一個它有金屬光澤 看起來亮亮有延展性 可以超小打打變薄可以拉長 然後是電熱涼導體 電熱涼導體 容易導電容易導熱 顏色通常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但是我們國中教兩個不是 國中我們教兩個東西不是 它是酸性還是酸性 就是一個叫做金 金就是金色金黃色 一個叫做銀 有人寫紅中色 有人寫紫紅色 有人寫紅色 反正就是有一點紅紅的對不對 所以只有這兩個 我們國中都叫這兩個東西 不是銀白色銀灰色 重點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塵鹼性 我講過了 這件事常考 但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沒人問你 它是酸性還是鹼性 是問你指示器的變色 所以大腦要問你 成什麼顏色 酸性什麼顏色 鹼性什麼顏色 我們是用直接顏色來考你 不是直接問你 它是酸性還是鹼性 不是 所以要你要記住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成鹼性 但是不容易水呢 是中性 過去喜歡考的叫做氧化銅跟氧化體 現在有人考的叫做二氧化物 以前愛考的是氧化銅 現在有人會考的是二氧化物 二氧化物 這一東西它不容易水 所以它放到水中拿來之後 成了是中性 要記住 OK 叫做金屬元素 這樣叫非金屬元素 它就基本上大致上跟金屬是相反的 它沒有金屬光澤 沒有延展性 所以做實驗的時候 所以一刷就碎掉 碎掉 然後呢 是 顏色呢 就很多變 然後它就顏色很多變 綠是黃綠色 銹是暗紅色 點是紫黑色 然後正好是氣態、液態、固態 這個古時候很喜歡考 現在應該不太會考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記一下 你還是要把它記一下 因為點還會有昇華 會有紫色的氣體之類的 所以要記一下 所以顏色 它非金屬的顏色變化會比較多 OK 然後 非金屬元素 通常是電熱的不良導體 不會導電、不會導熱 但是有個例外 石墨 石墨 不要洗碳 因為我們後面會提到銅素液構體 碳有很多種 是石墨會導電 石墨會導電 石墨會導電 所以要記得石墨會導電 通常是電熱不良導體 石墨會導電 然後呢 非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酸性 跟它對照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碱性 非金氧化物水層酸性 剛才跟你說過了 考試的時候 沒有人直接考你酸還是碱 都是用指示器去考你的 所以你要會指示器的顏色 你要會用指示器的顏色 來知道酸性還是 中性還是碱性